这一课室呢我们介绍如何自动化的导出C++的类到我们的Lua脚本当中 那网上呢有很多开源的类似的一个项目 很多 那比如说早期的Lua Bin 那么Lua Bin的呢 它的环境呢比较复杂 它呢是依赖了这个Boost库 用到了很多Boost库里面的这个库 还有这个什么Lua加加 ToLua加加 很多 那么我们呢这个课室呢并不是说用第三方的库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导出过程 那么我们呢还是自己来写这样一个导出过程 那么让大家呢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Lua跟C++的导出过程是怎么做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做接口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先看 我这里呢已经提前呢把这个类写好了 这里呢只是做了个接口 那么为了我们这个类为了导出所有的C++类都支持导出到脚本当中 那么我们呢一定会用到模板 我在里面定义那个模板 模板的参数是什么呢 是这个一个类 我们在用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啊 这个就是原始的 我们这样用的 首先我们生平一个导出类 那么假设把敌人这个类导出 那我们就这样写 试照的时候我们传了一个Lua的虚拟机对象 然后开始导出 下面呢就是导出我们Lua的这个getLive函数 然后呢再导出我们的setLive函数 再结束导出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类里面的函数导出到Lua里面去了 那么在脚本里面我就可以用到这个Lua的 用到这个animate这个类的内容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看这里面除了我们可以填敌人类 也可以填任意的我们自定义的一些类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涉及到用到模板 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这里呢支持任意类的吧 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用模板 这个是一个模板参数 这个模板类 那么再接下来呢我这里面有个begin函数 还有一个导出函数 还有一个end函数 那么导出函数呢做的事情呢就跟这个begin函数 跟我们在上一节课做的很像 首先呢一样的我们导出一个自定义的用户类型 那我们一定会用的圆表 这里拥了一个表下面呢就拥了一个圆表 然后这些呢都是跟圆表 对这个圆表做操作 meta table index gc等等都有 那我们现在呢主要关注 关注这里 当我去注册一个这个垃圾挥收的函数的时候 我在这里呢有这样一个方法 叫the child object the child object呢大家看这里面是class class呢就是对应我们类型转化 to user data 拿到了这个数据 把它转化成我们这个class 然后呢这个是打印 当然我们这里可以不打印了啊 再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对象删除掉 go 然后wt 同样我们这里有创建 创建对象的时候呢我们一样的 首先这个参数呢 因为我这里面正常来做的话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们这里呢 默认的有自不准参数 那我们呢就这样做了 这个是在上一节课的基础上做的一个封装 那么后面呢还会再进行一个改进 这里呢得到这个名称以后呢 我们就new这样一个对象 new这样对象以后呢 把这个对象呢存到我们的哪里呢 实际上我们这里给他更好啊 给这个不是忘记心了 给他更好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啊 然后 再做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注意这里 这里呢没有get meta table 这里就得到meta table 再把这个用户数据 把这个meta table 关联到我们这个用户数据上 这样我们在路往里面使用这个用户数据的时候 你就使用这个类对象子 就可以直接访问这个meta table 这两个函数呢 后续呢有改进的空间 尤其是一个创建 因为创建函数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给这个函数传参 对吧 可以传任意的 可能有参数 可能没有参数 也可能有一个参数 也可能有多个参数 然后我们看 这个是跟我们创建函一样的 这个begin 就是跟我们regest函数一样 那么导出函数 这个里面比较特殊 导出函数的时候 我们想一下 我们应该是所有的函数 都可以做这个导出动作 所以呢 我们也是一个模板 它是个模板函数 模板函数 那么它的参数呢 这个模板参数就是一个函数 就是函数 那么我们做的时候 首先一样的 我们要把这个 解决两件事 第一个 把这个类解决了 第二个 我们应该把这个函数 这个是原生的 是原生的 我们要调用的这个函数 但是我们在导出的时候 我们在创建几个旗 我们是直接 没有办法 如果里面导出 是不支持原生的这种函数 必须呢 封锁一道 所以我们这里 看我首先呢 拗了一个用户的数据 拗了一个用户的数据 把这个函数的 信息呢 拷贝到这个用户数据下来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在这里注意 这里该怎么写 我这里给备注了啊 这里呢 我们就要 压占一个函数 那么压占这个函数呢 一定是符合Lua脚本里面 导出的这个形式 这种 然后我再做这样一句话 当做压占以后呢 就把这个用户数据 跟我们的这个函数 做成一个币包 然后当我们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就可以 怎么样呢 就可以访问到我们这个币包上的 这个上值就很方便的来做 我们的这个调用 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 对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 做了一个包装 做了个包装 同时呢 我们留下一个悬念 也就哪里呢 在Lua Pose Closer 这里面该怎么写 大家想一下 这里面我们应该是一个 比较通用的函数 但是呢 因为我在后期调用的时候 还是需要用到这个Function 需要用到这个类 那么我们要保留下这个信息 才能够在后面就使用它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在下一节课 给大家介绍 那么这节课呢 只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接口 定义 下一节课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来做如何写这里 OK 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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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